世紀綱他們打造了亞洲最大水下基礎 是正式完工 7月的時候要出海去安裝 世紀綱的董事長看離岸封電的商機 他認為說這叫做永遠做不完 所以就大舉在擴廠 可是他也講到電價調漲 未來這綠電可能也要跟著漲了 所以未來企業面臨的恐怕不只是綠電 也很貴 恐怕也是搶不到 工人仔細焊接員館檢測後組裝 亞洲最大同時完全MIT的首兩座水下基礎設施 從這裡正式誕生 這一座座高達75公尺的水下基礎設施 會安裝的就是9.5MW的風機 7月將出海安裝 哥本哈哥基礎建設基金 攜手世紀集團的張芳西島離岸封電計畫 再下一程 總共600MW風場要憑2023年底並往上轉 風力化在做不然我跟英文做不完 看好風力發電市場前景 世紀崗也砸錢拼闊台北台中港廠區 總投資額上看200億 雖然現在國內電價上漲 未來綠電有望更長 對開發商更有利 不過對於企業而言就不是好消息 不止綠電成本恐怕變貴 未來還可能搶不到 因為雖然離岸封電第三階段開發案起跑 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 上尾新能源 臥序能源等六大開發商 共提出13座風場 計畫再創13GG容量 已經有六案取得門票通過環評出審 但專家看正進度仍遠遠跟不上 政府的綠能計畫 本來是講說過去兩年要有140萬瓦 10%都不到 明年核二的二號機要除疫了 所以明年開始延續好幾年 電力都非常刺激 經濟部原先喊出2021年底階段目標是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12% 不過到今年第一季 占比只有7.67% 離岸風力發電更只有1.46% 不只沒達標還離得很遠 要靠再生能源補足電力缺口 恐怕真得再加把勁 東森財經新聞 可黃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